水是桃園的生命線 也是桃園歷史的起點 在世界地球日這天 鄭文燦風塵仆仆 從桃園到台北 暢談抗旱經驗 只是前一天 柯文哲太太陳佩琪 臉書上亦有所指 說柯文哲常問他 為什麼這個人常來台北 卻沒人說他無心事正 語氣中透露滿滿無奈 外界猜測在暗酸桃園市長 鄭文燦 現在我們希望 雨水多一點 口水少一點 市長鄭文燦今天又來台北了 大家小心 小心 好熱 鄭文燦又來台北 柯文哲只微笑不回應 不過鄭文燦可是立馬變臉 一聽到關鍵字 鄭文燦臉色鐵青 頭也不回離開 畢竟他最近跑台北 真的很勤快 二汗 加油 最後一個 從這周日開始 先是一大早就到台北 美提河濱參加科技杯路跑 還特地跟柯文哲行程錯開 21號晚間出席台美商會 跟新北市長侯友宜肩並肩 站在總統蔡英文身後 再加上20號出席論壇 一周內已經三度現身台北 台北舉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論壇 那我想台北把心打開 讓全台灣都進來 這代表台北的重要性 根據電子媒體最新民調 鄭文燦滿意度50%排在第四名 領先柯文哲42% 柯文哲時常被酸無心事政 但鄭文燦明明也常跑台北 民調卻領先自己 陳佩琪忍不住抱不平 也讓兩位市長心結在期 環原新聞李温宜 廖平均 台北報導